抽水机组很努力排红 不过出海口的淤沙堆积 里面的水排不出去 海上的浪又打进来了 这让市长魏佳燕非常担心 他表示每次台风前都会请县府建设出来清淤 但是淤沙回堵的速度非常快 希望未来县府能够严领有效方式 减少出海口淤沙回堵的情形 抽水机组努力排红 但是出海口淤沙堆积 里面的水排不出去 海上的浪又打进来 这让市长魏佳燕非常担心 上一次的台风 过后有请我们建设处的邓处长 有进行一次的会刊 那也请他们想办法 是不是能来做一个改善 那在昨天也有传一下讯息给我们邓处长 那也希望说在这个浴沙的过程 是不是也派开口厂商来做一个清淤 那可是这有一个部分 还是要在我们要再想一下办法 就是可能早上清 那可能撑不到半天或是一天 马上浴沙又被推回来了 那其实这整个部分可能会造成我们排水的一个困难 市长魏佳燕表示 每次台风前都会请县府建设处来清淤 但是浴沙回堵速度非常快 希望未来县政府建设处可以严领有效方法 来减少出海口浴沙回堵的情形 未来也期盼我们县府可以再想一下有没有新的解决方式 因为现在如果派怪手下去挖可能会风浪比较大 可能也会对我们的怪手的跟我们工作人员可能会有一些生命的一些危险 因为工作上会危险因为风浪比较大 那这个部分可能这次过完还是要再拜托县府 我们邓紫余处长这边再想一下办法 能不能再做一次的改善 能编一些经费看看 或者是我们不管是用任何的方式来解决这样的困境 海挥台风预计从台东登陆 花莲也在警戒范围之内 各单位做好了完全准备 期盼可以把灾害的影响降到最低 介络会换室报道 谢谢大家